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覺得有個確實有好處的就是從去年開始 我不是天天一定要打多長時間 反正我都很隨意的 今天跟你聊天我坐在家裡面沒什麼事 我都是這樣坐著來來來來來 這樣就比較舒暢一點 你要是想看什麼身體越來越好的話 其實最好的就是這樣坐 你基本上這樣一起來 一般剛開始人家都是些裂腿 腿疼你抬不起了 現在你這個已經裂過了 這就不用裂了 這就是喬心知道吧 因為你坐在這靜坐的目的就是 你的心很散亂 會有雜念嘛 跑來跑去呢 他就培養你的專注力 就是說你要意念守在身體的某一個點上 他一般就是 一般都是比如佛學他就有三脈七龍 就是很多都叫道教有七經八脈 人獨二脈 脈龍已經知道不知道 知道一點 三脈七龍知道不知道 就是海底龍 騎龍 就是其實就是身體的就是海底龍 假如說把頭頂跟 混音就是頭頂叫百慧穴 跟混音穴 就是連成一個中軸線 就是身體的中心連下來 然後呢 所以這個橫切面 一個騎 一個胸 兩個坦中軸 這個胸 還有猴 還有眉心 還有頂龍 還有海底龍 就是以慧穴 這樣一個橫切面切過來 每一個那個中心點 就像一個 然後把人倒成一個樹 這個樹一切 是中間那個圓心 那個點 就是身體的中軸線那一點 一般意念呢 守在那些地方 就是可以守 中間就是這樣 可以在這條線上移動 就是就像一個 把人倒成一個樹 樹的中軸線 然後呢 你的意念可以在這上面移動 就是說 安住在這個地方上 然後呢 越專注 你雜念就少了 因為你專注在這一點 其他的雜念就不會小了 這也是 但有的人還會亂想 但是有的人就會很快的很快的 就專注下來 就是 這些如果這些脈絡 專注在一點上呢 我們的能量才會聚集 當心回到生氣裡邊的時候 平時我們的心 亂想亂想 能量是散的 知道吧 然後慢慢地 意念回到生氣裡邊的時候 能量就會聚回來 心到氣到 心到 易到氣到 易到能量到 易到光到 就是說 如果你意念到達的地方 其實很多東西都過來 所以越專注 越好 然後呢 你專注在一點 比如說你看了我那個書裡邊 是說你頭朝下有一個 那也是一個專注 只不過專注在了一個 假想的境界裡邊 那個是另一種修法 但也可以 也可以說 觀想在底下有一個人 這個可以的 或者觀想把意念收到 身體的某一個點上 這樣呢 時間久了 身體的一些氣脈 脈絡就打開了 我們的有很多脈絡是 慢慢地乾枯的 而且不直的 比如人都二脈 其實它是通的 只是走在這塊堵了 它就繞著走了 它也通 它是繞個圈 就是繞彎彎 就像河床的 我們的氣脈 就像河流一樣 如果河流裡邊有一塊石頭 它流過來 它如果有石頭 它就繞水流 它是倒不住的 它是繞著石頭走的 它也通 但是不是整個意義上 那個直直的一條脈 修行的 它修脈絡的目的 就是最後這條脈是直的 這樣呢 就屬於養生的範疇 就是屬於 你的生理啊 身體會越來越好 就是養生 還有一種就是 修裂解脫的範疇呢 就是 解脫這個就是 法門就不一樣的 就是最好的法門就是 比如說我們坐在這兒 讓你進入中道 佛學是有一個中庸之道 中道 就是說 他說我們不能成佛 看不清這個世界的真相 是因為我們的意念 總是守在二元堆裡的角度 就是說 我們有善才了解惡 有善就有惡 有因就有羊 就是總是兩邊 同時就是說 為什麼您看過心經 心經說世紀是空 您說不了 但是對我們人來說 社就是社空 就是社空 你不可能同時了解 社及社空的境界 這是佛的境界 你說 他怎麼說我們也了解不了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對人來說 沒有就是沒有 有為什麼說有就是有 有就是有就是有就是有 這個就把我們弄糊塗了 就是我們沒有進入一元世界 就是一元世界是什麼 社空不二 社空不二的境界是 它同時看十個維度 而我們只看三圍 就是我們認識世界的角度 就是我們認識世界的角度 是建立在 眼耳鼻鼻聲音六根上的 那麼佛的認識世界 它是建立在心的基礎上 它的心是圓的 就是它是沒有缺陷的 而我們的六根是有缺陷的 我們假如說我們的眼睛 只看這個角度 我們後面就看不見了 但是對心來說它是360度看 所以佛的角度更圓滿 社空不二 但是我們怎麼樣正如這個境界 這就是修正了 就是很高的修正經 比如說比如打坐的時候 就這樣坐著 您坐在這兒 不找有像不找空像 就是說您坐在這兒 比如說您覺得很散亂 其實那個散亂 並不是您散亂 您是一個認知 您認為您散亂 就是說這是一個修法 就是說 這就是心經跟金剛經說的 就是說您住在這兒 比如說啊 雜念很多 然後跟著雜念跑了 又把它切回來 又把它切回 但是慢慢你要安住到一點上 就是說這個散亂是個假的像 就是說您認為您散亂 就安住在您認知上 您認為您是散亂的 如果有一天您不散亂了 全部清靜下來了 這又是一個像 這是個對立的一面 就像手心跟手背一樣 您也不要認為這是一個好的像 就是說 這是個靜下 這是個動像 就是說 散亂是個動像 這個安靜是個靜下 就是說 就像手心手背一樣 您只要認知一個下 另一個下一定存在 只不過是存在在另一個面 您看不見了 如果你修出一個安靜 就是靜的一念不生 就是腦子裡一個雜念也沒有了 您只是安住在了手心上 您回到了手心 但手心是看不見手背的 您住在這看不見手背 但是不代表手背不存在 就是說雜亂還是存在在那 如果您說很雜亂 您只是回到了手背上 但是安靜是在另一面的 您只是看不見了 陽光黑暗也是 您說到了晚上 其實是您背對了太陽 知道吧 地球背對太陽不啥 本身是沒有黑暗的 就只是 所有的世界的盲區 都來自於我們的這個制度 所以您一旦了解這個的時候 您坐在那的時候 它從認知上開始瞧 就是說雜亂 你慢慢慢慢挨住在這一點 雜亂 這就是個雜亂的像 然後呢慢慢慢慢 雜亂就消失了 然後當你一覺知 你雜亂了 雜亂已經不存在 你一覺知 雜亂已經不存在 然後 然後你說靜下來了 這下我沒有雜亂 靜下來 當你一覺到你靜下來了 安靜這個像已經又出現了 其實不外活就這兩個像 還是一圈一圈 這邊像 這邊像 你哪個像都不住 這叫 不住空像 不住有像 然後呢安住在這叫絕 只保持一個絕 絕 絕 植木是不絕的 這個東西是不絕的 有情我們是絕的 我們絕之 但不被它影響 不必眨眼影響 不必安靜影響 這個時候叫中道 佛學裡面最根本的觀點叫中道 就是釋迦牟尼佛就是從這成道 那麼這個中道是我們應該心靈在這個世界上安住的最總圈的位置 就是你只要不住空像不住有像就是中道 然後中庸之道也是儒家文化的 安住在這個狀態之中不動 絕而不動就 然後你就這樣子定下 定在這個狀態上 腦子裡反正那個也是假像 這個也是假像 我就是 我既沒有假像 既沒有空像 也沒有有像 然後這個中道就叫色空不二的境界 就叫不二 就是既沒有有像 就是你就進入了心經 關西儀菩薩講的 色空不二的 安住在色空不二的境界上 安住在這個境界 時間越久 你慢慢就可以贈得佛的等級 就開始成道了 修道 這就是修道 就說從認知上開始一步一步 正入色空不二 當你慢慢慢慢 這種空有 慢慢慢慢心 就不必兩邊牽你的時候 只要安住時間就慢慢修修修 到一定時候 就進入一種禪定境界 然後就解脫了 就你就不會被這個世界上的 所有的假像迷惑 你就看到了宇宙的真相 就是佛說的 善惡只是兩個像 所有的東西 你就會以一元看位置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金剛經說的 過去現在未來 時空就會對你消失 在那種狀態裡 你只要安住在這種中道的狀態裡 你知道最大的消失是什麼 你只要久了以後呢 它會消失的是時間和空間 你會發現 世界空間很虛幻 如果時空虛幻了 你知道很恐怖的 因為對你來說 你是生在幾幾年 死在幾年 假如說一個人的 定義一個人說 我們活了一百歲 那麼我們出生在幾幾年 死亡在幾幾年 但如果世界不存在 你在這個狀態 世界不存在 這個人就消失了 就說我們就沒有生 因為時間沒有了 你就沒有出生過 那麼死亡對你也不存在 這就是佛學裡最終了生死 就是從生死解脫出來 就是當一個人 只有從生死解脫出來的時候 一個人才能獲得自在 所以佛學它裡邊最重要的佛法 智慧裡邊的 就是要修行佛法這種東西 就是從生老病死 根本的煩惱裡解脫 因為生老病死 是我們無法逃脫的 那個是 那個是肯定不會說 這就是兩種修行 我剛才講的 因為您現在做得挺好 所以說 一個是意識層面 你修道 就是我要證得 最終不老 不生不滅的境界 就是很高的境界 一種是雅生 就是我的身體 身心健康 所以雅生的角度 你就修麥龍 知道吧 最快 如果想撐道 那麼我修絕而不動最快 修麥龍呢 就意念就回歸 這兩個也可以一起修 其實並不衝突 因為你要成佛 也需要身體身心健康 首先這是最基本的 這兩個人 今天覺得這個 我想手麥龍 我就手麥龍 如果手麥龍沒敢 我就手硬吃 這個就是 比較目前最好 最快的一些方法 還是一直半點 還是一直半點 你只要對麥龍 基本上 一個是從身體上行 一個是從身體上行 有些修學這叫性命雙胸 一個是心性上的 因為有的心性上的東西 會影響身體 或者是身體上的 會影響心性 你只有進入那個狀態 然後正道 你才能真正了解佛是什麼 否則我們只是說佛教是佛教 或者是宗教 或者是什麼來解釋 就佛的智慧 我們始終還是覺得 還是就割了一層 所以有修行 修正嘛 還有學佛 它就是最根本的 就是現在您看到更多 您現在追求的其實是佛陀的智慧 您再問我佛的智慧 您不是一種簡單的信仰 或者是佛它本質上 它證入了什麼 它到底證出了什麼 它說出了什麼 我們要了解為什麼那麼多的信仰 它有什麼魅力 它有什麼人格 它說出的東西 我們就怎麼了解 而且它的東西 我們能不能學到 您在探索的這一方面 學佛法就是有智慧 對 就要學它的智慧 突然之間爆發出來 一下子就可以歸納出來 那個腦袋特別 有時候覺得特別聰明 是 它都有這麼個 就像您說普渡眾生 您在搞一些老百姓做些事 那也是一個簡單的說 也利益到他們了 但是那是一種 物質層面的利益 為他們做實事 可以幫助到他們生活 生存 但精神層面呢 我認為就是 大家說 拜小學 拜給他們社會教育 給他們很多 但另一方面就是 我覺得更應該給他們智慧 當一個人有智慧的時候 不管他是掃大街的還是怎麼樣 他在哪個 他內心深處 他是快樂給幸福的才是 你給他多少錢 讓他每家每戶 這次意外富溫 但是他也可能不快樂 不幸福這一生 他可能還生事 還做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好吃來做或者養 但是如果你給他智慧 他就不會 這也是最高層面的利益 利益他們 但是這要講到 如果從宗教信仰上 如果他能了知釋迦牟尼佛 就是他生生世世得多了 連下一輩子 你也救了他 就說人家 祖書八代你救了他 一人得到雞犬身遷 他身邊的親人朋友 都跟著他成就 那這是另一個話題 這個思維啊 習慣性這種 這種惡元的思維 變成一元這樣來去想呢 就很多人轉換不過來 這個是沒辦法轉換的 只能進入某種狀態就這樣 你要轉來轉去轉不了 再靜靜的按住 按住那個時候 那麼一點分 我們想得到一瞬間 現在的我們還不行 是不是 您就修就可以 不修就不可以 坐在那就可以了 這樣每天半個小時 可能七天八天十天就可以 就可能刹那直接就進入 只要有一次刹那進入 不一定說進入很久 就是一刹那直接進入 就叫開悟啊 就進入幾秒鐘 幾分鐘就可以了 要要絕 才覺得 但是要要刮心說 要正 你怎麼去正直 就是到這個實相 是吧 正直到實相 有這麼一回事 是不是 那就 不是人人都知道 你要解釋 對這種東西 不是語言說 您看見的實相究竟是什麼 那就不能語言描述了 你是您的感覺 就是喝了這杯茶 您的口感是什麼 我的口感是什麼 兩個口感 但是我們同時 工具是一樣 都是拿茶給喝茶 像我們這些人 不會是一定要強求去做什麼 一定要 我們是隨意的 對 越是隨意的 越容易進入 越有所求 越進不去 比如說大家 說我要求個佛 求個道 反而很困難 我就是隨意的 我就是隨便做著 無所求的這對心 但是最容易 要感覺舒服 是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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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像我們平時 要不要看一點什麼 什麼 您現在看的就挺好 看一點什麼樣的書 我還是始終覺得 如果您要是想 因為不管是對您 或者對大家身邊的親人朋友 您最好的狀態是擁有圓滿的智慧 您如果有個智慧 就利益到很多人 也利益到自己了 而且利益到自己很久 我覺得 現在想比較 中國傳統文化 是道如三家嘛 釋迦摩尼 儒家 儒家文化 這些 這些 就是說道教 包括這些 我覺得比較起來 還是佛學裡邊的智慧 比較圓滿 他在講解的時候 圓滿 都在說道 他的理論 他的經典比較多 而且講得比較圓滿 我還是建議您有機會 對 看看經典 雖然您覺得看不懂 剛開始很枯燥 但沒關係 每天唸 比如《金剛經》是五千字嘛 五千字嘛 你就 反正不管它 你就不要管它 你就坐在那兒 就這樣盤著腿 就這樣盤著 一些打坐的姿勢 拿著 一張一張網絡 反正那些自能認識 我自能認識 但我不知道怎麼 什麼不著想啊 什麼無著述身體性啊 什麼沒有過去 現在未來啊 你不管 你就不停地唸 一次一次唸 不要理解 先不要理解 你就以這種狀態 坐著唸 但是要有一個狀態 不能很散亂地坐著 先要專注的 然後就唸這本經 心經也是 心經才三百個字嘛 很短 看了一遍 再唸一遍 每天 每天唸十次 每天唸十五次 每天唸十五次 我們每天每天 只要接持 因為你突然就看懂 然後抖了就看 如果你看完經典抖了呢 你再看其他書 很簡單 看什麼書也覺得很簡單 對 一個是金剛經 因為短 五千字 還有一個我建議你看 妙法蓮華經 一個妙法蓮華經 也是佛學的很 你不要管 但是妙法蓮華經 就長一點 就是說如果有機會呢 讀其中的一筆 因為它裡面比如說 假如說二十筆十二筆嘛 那麼我就選一筆一筆 因為我今天讀一筆 明天讀一筆 這樣子把它讀完 就這兩本經先看 如果喜歡的話 也可以讀讀 道教的道德經 因為也短 也成五千多字 六千字 這些都是中國聖人們的言論 你看完他們的 讀這些經典 最好是心很清靜 靜下來 然後有一個 你說我要利益 就是有一個善念 善良的 然後呢 很容易跟他們相應的 然後就靜下來 然後做這個 一次一次讀 比如說金剛經 我一天讀兩次 那麼我早上一次晚上 我不管 反正我也不管 每天讀 只要您進入那個狀態 你就很容易慢慢 這也是一種修煉的方法 而一旦你獲得這些聖人言論裡的智慧 你其他的書 其實你拿起來 就像看小人說 其他一些普通的書 就他們那些理論 就出不了聖人這些智慧的範疇 你看什麼都是心理學 成功學 那些東西就很簡單 或者是什麼操作用作 那些 學那些就很簡單 因為你都是俯視 因為你把最高的看了 然後就是俯視那些東西 所以還是學最高的 既然我們有機會領悟最高的 我們就從最高學 比如釋迦牟尼佛的東西 老子的東西 就是這些都是最高的 是是是 什麼齊家自國皮切家 孔子的內容 是倒入三家的 孔子 老子 釋迦牟尼佛 他們的東西 還是說得很透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